我 爆炸博士要带大家盘点一下完美别墅当中发生的悬疑事件 首先 第一个悬疑事件是一只口红引发的战争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某天啊 朱可儿问3W借粉红色的口红 3W呢 说他没有粉红色的口红 后来 3W找朱可儿借了香奈儿的口红 再然后呢 朱可儿发现自己的口红不见了 却在3W那里有一只和他一模一样的91号口红 但是 3W却说这是16号 那这只口红到底是3W的还是3W偷了朱可儿的呢 这是很多网友所关心的点 让人一律重重 这是第一个悬疑事件 在这栋别书中的第二个悬疑事件是 3W的学历到底有没有作假 再完美加齐的官方主页上啊 3W学历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准备就读心理学博士 但是有细心的网友在西南大学2015年心理学入学研究生富士名单上看到孟维维以340分进入了富士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应该是9月入学 但现在还没有入学 所以啊 他连研究生都没有读 又何来博士呢 又怎么能够说自己是中国最年轻的心理咨询博士呢 我很生气 我很生气